甘肃出图两千多年前主简,简上文字颠覆历史,专家,难怪汉武帝轻易打败匈奴。 读历史,您是李,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匈奴人历朝历代都是封建社会当权者认为最强大的敌人,但是很多人对他们都无可奈何,虽然时刻地提防着这些人的侵略,但是却找不到可以彻底打败他们的方法。 毕竟匈奴人骁勇善战,特别善于马背之战,而且来去之快让所有的人都非常震惊,可是匈奴人为祸一方到了汉武帝时期,就被彻底消灭了。 甚至于几十年来匈奴人被汉军追得狼狈不堪,在汉武帝之前,匈奴人可谓是战无不胜,打得汉军丢亏卸甲,令当时的皇室非常的头痛,为了维护边境的稳定和谐。 当时的汉朝皇室只能接受和亲这一屈辱的政治行为,让汉朝那些娇美的女儿,不得不嫁给匈奴人患得和平。 汉武帝继位之后,他手下的霍去病和魏卿两大名将,很为当时的汉朝长脸,直接攻破了匈奴人的城池。 仅仅几十年之间,怎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化?难道说汉武帝是个神仙不成? 拥有能够强化自己军队的力量。 插个题外话,关注小编,后期会分享更多相关内容。 欢迎订阅。 好了,言归正传。 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一个主简上面记载得很详细,只是一直没有人发现而已。 八十年代初期在甘肃出土了一批主简,破解了上面的文字之后,专家发现了一项大秘密。 原来在当时的汉朝,竟然有着这样一项特殊的法律。 汉武帝一直都效仿秦朝的军功制度,一个兵将能否提升全看杀敌数量,特别是那些拿到匈奴首级之人,竟然直接可以去换取黄金。 中奖之下,怎么能缺少了勇猛之人? 那些进了军营之人在如此的奖励制度激励之下,一下子就迸发出了体内的所有勇猛之力。 我们现在来换算一下,可以说在当时杀掉一个匈奴兵的话,可以用他的头颅去换取进一斤的黄金,按照现在的经济来换算。 这个匈奴兵的首级就等于七万块钱,这绝对是来钱最快的买卖。 难怪有那么多的人在当时都愿意当兵呢,可以这样形容当时的征兵状况。 每个征兵的部门前,围绕着争先恐后要去当兵的人,甚至于有的人愿意自己购买马匹。 带着自己锻造的武器去当兵,举国都有如此强烈的战争欲望,再加上这种奖励制度,难怪之前不可一世的匈奴兵会被追着打几十年毫无抵抗之力。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霍去病,这个在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将军。 有人说他一个人就杀掉了匈奴兵十一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 很多人都觉得当时汉朝的国库,都是因为赏赐他一个人而被掏空的。 其实汉武帝能够痛快地赶跑匈奴人,还要感谢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吕厚,如果没有他之前的鼓励生育人口的政策。 没有那个时候所积攒的大量的金钱与粮食,汉武帝这个好战分子,根本不可能打仗打得那么的过瘾。 汉武帝为何要特意制定针对匈奴人的法令呢? 这是因为对于普通士族来说,攻打匈奴实在是无力可图,在古代,古武军人士气的途径无非两条,其一自然是厚赏,其二则是掳掠,然而针对匈奴,用掳掠激发士气往往很难实现。 首先,匈奴人并非定居者,而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游牧民,他们躲藏于无影的大漠之中,即使有心抢掠他们,也很难发现他们的踪迹,其二。 匈奴人本身便非常穷困,根本无力可图。 其三,匈奴人战斗力彪悍,谁抢谁还不知道呢? 因此,在与匈奴人的作战中,战士们的士气往往很低,不仅消极避战,甚至有可能发动滑变。 毕竟谁会提着脑袋去甘吃力不讨好的事,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很大程度就是防备匈奴的数族的叛乱。 秦朝阴建在前,致力于讨平匈奴的汉武帝自然不会重蹈覆辙。 因此,汉武帝才会制定全新、优厚而严格的爵位制度,用以厚赏军功。 在重赏的刺激下,汉军将士果然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毕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秦朝时,军人唯恐去长城前线与匈奴作战,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平民们却争相从军,甚至不少人自行购买装备,骑着自己的马匹与匈奴作战。 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不仅是因此中军爱国,同时也是为了获取后赏和官决。 最终,汉武帝的武功爵制度和鸡匈奴降者赏令,获得了巨大成功。 汉军在魏清,获去病的领导下屡战屡胜,数年来斩获了二十多万颗匈奴首级,因鸡匈奴而立功封侯者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出身低威之人。 可以说,匈奴人完全是被汉武帝用金钱砸死的。 而在1977年甘肃玉门关长城封碎遗址,游客意外发现古代文字竹片,紧接着考古队员挖出汉武帝遗兆,为何专家阅读之后,却说内容让人心酸? 一代汉武大帝究竟在遗兆里写了什么? 要说我国封建历史上的第一位明军,非汉武帝莫属,他继承早前文景之志的一波,设立了查举制,施行推恩令,加强了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开创了西汉王朝最为鼎盛繁荣的时期。 如今一谈到西汉的皇帝,国人印象最深的还得是汉武帝。 由于晚年杀戮太多,巫蛊之祸还造成父子相残,太子留居自杀,种种过错悔恨让汉武帝心灰意冷。 最终在公元前87年,跟大臣霍光口头交代完辅佐小儿子刘福林上位后,便郁郁而终,不管是在资质通鉴,还是后来的史记里,都没有记载过汉武帝在临终前手写了遗兆。 因此多年来,国内史学家一直认为汉武帝没有留下任何遗兆。 直到1977年,有游客在甘肃玉门关汉长城古迹的烽火台上发现了一些写有文字的木片,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折。 这件事被专家发现后,他们立即就展开了搜索,考古队在深入挖掘的过程中,成功找到了91片竹简。 当然,这些竹简倒不是最为重要的,还有一件物品更加有名,它的外形倒是像一个水桶,经过清理之后,才发现这个东西原来是一个特制的漆面棱。 古代常常用这个东西去称凉米粮,它也等于是一种称凉的容器,这种东西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考古价值。 但这件湖情况是不一样的,它上面还有着一些文字,正是这些文字,震惊了考古件。 任谁也意想不到。 这上面书写的文字内容,竟然是已经示传了2000多年的享誉中外的千古遗帝,汉武帝的遗诏,它不但填补了汉朝以来史书上关于汉武帝,遗诏这一部分的内容空白。 而且还让我们通过这一份遗诏认识了一个,不但在政治军事上卓有建树,而且还在情感和伦理上都显得有血有肉的丰满的汉武帝形象来。 经过古文字专家的解读,遗诏破译如下,皇太子,阵体不安,今将决矣,与帝合同,重,终,不负起,仅是皇天之四,四。 加增,增,正在,善于,欲,百姓,复脸以礼,存贤尽监胜,必及许事,表教奉仙,自治天子,无害,害,自私,品,念名绝技,审查阵言,重,终,生无师,苍苍之天不可得久事,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到此决矣。 告后世及其孙子,呼呼吸吸,恐见故里,无腹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如,下蹲履里,人故当死,甚无感宁。 读完这个只有212个字的遗诏,大概意思是我得了重病,命不久矣,希望皇太子你当上皇帝之后,能善待百姓,赴税有度,多尽贤能,尊师众教。 守住祖训和江山,用德才治理天下,千万不要效仿秦二世胡亥霍乱天下,断送了汉朝江山。 自自发自肺腑,生情并茂,无不是对刘福林成为明君的殷切期望,让人看了十分触动。 汉武帝在临终前,第一时间想到的竟是江山设计,百姓疾苦,专家也不得不感叹,难怪汉朝能如此强大,就是这样一封边疆战士的练字习作。 补权了关于汉武帝的一块重要历史拼图,让我们在2000年后,看到他不为人知的一面,虽然晚年犯下了诸多错误,依然心细百姓设计。 有这样一位皇帝,汉朝能成为我国第一个鼎盛封建王朝,实在是情理之中。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